我覺得我們應該弄個我讀這本書的紀錄 我相信蠻多人應該看到這本書了啦 我想把我的讀書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會用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本書 那如果我的理解跟你不一樣 或是你有任何想法或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作者是小野善造 他總共有八個章節 咖啡烘焙啊 終極的完全烘焙 哇這第五張我覺得蠻有興趣的 咖啡的萃取最後一張是自家烘焙咖啡店的設立 光看標題啦 也就難怪大家對這本書這麼有興趣 小野先生說咖啡烘焙是一個很極其日常的事情 但是呢如果你要拿它來做生意的話 那你就必須對烘焙這件事情特別的精通 炒菜煮飯很簡單 但是你要開餐館你必須要一定的水準 再來呢他提到一件事情我覺得蠻認同的啦 本質上不是真的在銷售咖啡的店 雖然看起來生意成功 店裡客人很多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個愛咖啡的人的話 那咖啡烘焙這件事就失去了意義 為什麼5G不提供WiFi 咖啡店耶 你當這個光華商場 咖啡店喝咖啡的 他說很多店啊其實一年就倒 你要怎麼去 在咖啡這個行業裡面生存下去 他舉了一個 他從一開始一路一直搬家 從大阪搬到奈良 再搬到輕井澤 重點就在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把產品做出來 單純的靠地緣關係的話 其實你的店一旦搬家 你很快就會面臨到 重新建立客群的問題 你咖啡烘的好 做的好的話 其實你搬到哪裡去 客人是會跟著你的產品的 他們會回頭購買的 比如說40年前 在資訊缺乏的 這個時空背景下面 很多事情都是靠他自己實做的 這一點其實也讓我覺得 很有同感 之前我們做過一個影片 跟邊境十三嘛 我會摔 手上我怎麼會痛 跟四燒餅一樣 這樣比較芝麻 啊全部都是芝麻啦 不會啦 哈哈 我去擔任桃鍋烘培新手 換一個器材來慌慌看 你會發現其實 即便你有很長的烘培經驗 你碰到不一樣的器材 你還是需要學習訓練的 因為我發現現在好像 大家都已經喪失自我學習的能力 就是他會覺得說 嗯我去上個課 我領個證書回來 就代表 我已經把這項技能學會 事實上我覺得不盡然齁 先講我在學校齁 不是一個功課很好的學生啦 我把時間都花在做一些 我覺得很酷的事情上面 你必須認為你在學的事情 是一件很酷的事 而且你要找到一個獎勵的點 而且是立即的獎勵 欸或者是即時懲罰自己的方法 烘的不好自己喝掉 對不對 比如說一開始我們不外烘 那沒關係 我們先放到烘豆機裡面 慢慢調整 慢慢調整理解 比如說封門啊 火力啊 跟時間 還有鍋爐的轉速 會影響哪些變數 當你看到客人臉上 快樂的表情的時候 就是很大的鼓勵啦 這個比死季幾度要做什麼 來的重要態度 我們會做幾集 然後把我對這本書的心得 跟大家報告 我們慢慢把這本書讀完 烘焙這件事情呢 日常都在發生 你要做出自己的產品 自我學習的能力 這個是我覺得最棒的一點 欸你們是誰 嗨你好 我叫丹尼 你們在哪裡 九份 他們送我一個禮物 超厲害的這個 小霸王專用名片獎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謝謝